在介紹一系列瘦山岩觀音寺悠久的信仰以及文化藝術之美後 不曉得小朋友們有沒有靈感了呢 而現在第六屆瘦山岩觀音寺親子揮畫比賽 正如火如荼正見到10月17號 接著會由專業評審評選 頒獎典禮便會在11月27號熱鬧登場啦 妙方也介紹這次的分組以及評選辦法 一共要選出480位優秀的小畫家 頒發600到2000元不等的圖書禮卷 妙方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我們今年收見截止日是10月17號 分成幼兒組以及國小低中高三個組 總共四組 我們每一組會選金、銀、銅、優選 我們11月27號將舉行頒獎典禮 希望說我們善信大德 家裡的小弟弟小妹妹 一起踴躍來參加比賽 頒獎典禮當天也將會準備豐富的獎品 並邀請到某某家族的哥哥姐姐 到場與大家一起唱唱跳跳 還設有古早味闖關活動 要讓大小朋友都能玩得開心 迎接榮耀時刻 另外今年的繪畫比賽也推出了三連霸獎項 要鼓勵小朋友們來挑戰 連續三年拿下金牌獎 今年特別增設三連霸這個獎項 這是針對著以前得過金牌的 年續三年金牌的朋友 弟弟妹妹來增設的一個活動 希望參加過的小弟弟小妹妹 能繼續來參加得獎 如果你還沒有得到金牌的朋友 小弟弟小妹妹也可以繼續來努力 寿山岩觀音寺回畫比賽 即日起針見到10月17號 民眾可以到寿山岩觀音寺 或是中佳寬平北建的門市 巴德紫玄宮 和新北市英哥去永吉里的辦公室等地 來索取比賽專用圖畫紙創作 妙房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爭取在11月27號獲得榮耀 又有豐富豪力可拿 可千萬別錯過啦 記得跟予婷同學報導